16题 下列各项业务中应通过 其他业务收入核算的事 这个是一些特殊账户 它的核算内容 这里面包括内容比较多 比如说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成本 银亿外收入 银亿外支出 还有期间费用 还有贷出财产损益 估计资产清理 财产成本差异等等 他们各自的核算内容 你一定要掌握 那还有些什么 应收账款 先行收款 应付账款 先行付款 这些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哪些我们要 记录前行收款 哪些我们要记录到 其他业务收入 最典型的就是 我销售原材料收入 还有销售包装物收入 对吧 这些叫其他业务收入 然后就是出租的 这个租金收入 也叫其他业务收入 好了 看下A 出售原材料收入 这个对了 合同违约金收入 你合同违约了 有一个赔款 这个赔款就是违约金 所以它是应该记录到 营业外收入的 并错了 C 小企业长期债券投资的 利息收入 这个长期债券投资 也是我们今年新增了一块内容 那么对于小企业 长期债券投资 它的分路 其实和企业债券投资的 基本分路是一样的 都是借银收入利息 然后带的是 投资收益 对吧 那么当然 我们还是一道一个 一折价的摊销额 对于债券投资 我们是初始计量时 我们进入到了债券投资 利息调整 以后再摊 对于小企 长期债券投资 我们初始确认时 是进入到了 长期债券投资 一折价 以后再摊销就可以了 那么摊销时候呢 两个方法也不一样 债券投资 我们是用实际利率法探销 而小企业 长期债券投资 我们用的是 直线法探销 对吧 但不管怎么谈 那肯定是 基本分路都是借银收利息 带的是投资收益 所以 C 应该是记不到 投资收益 D 这是 长投 长投呢 也是我们今年新家的 对不对 难度比较大 那么权益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成本 如果小鱼投资时 你们享有的 被投资方 可编认金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我们是要调整 我们的长投的 初始投成本的 然后把这差额 我们是记不到 营业外收入 对不对 如果大鱼 就不用调了 小鱼 相当于少花钱了吗 你少花钱了 高不高兴啊 高兴啊 另外这种事多不多 不多呀 所以我们才记 营业外收入了吗 所以D 我们也是记不到 营业外收入 那这个题目呢 答案就选一个A 十七题 假企业与客户签订合同 为其建造移动厂房 约定价款2600万元 约定工期6个月 同时合同中约定 若提前一个月完工 客户呢 将额外奖励 假企业100万 你这个客户太有势力了啊 提前一个月给100万 那有钱 太有钱了啊 那假企业呢 估计 工程提前一个月完工的概率 是95% 问假企业在合同开始 确定的交易价格是多少 这个事实到底是一个可变对价 对吧 那么对于可变对价 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计量 我们是按照 最佳估计数来计量 是不是 一个最佳估计数 也就是这个数字呢 是我们估计的 而这个最佳估计数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是只有两种结果 啊 比如说提前一个月完工 95% 然后没有提前一个月完工 概率是5% 对吧 这有两个结果 我们找的是什么 找最可能发生金额 那么如果是多种结果 啊 就大约两种了 比如说提前一个月完工概率 百分之六十 然后提前没有就是在一个月到到正常的工期完工 百分之三十 然后延后完工概率多少多少多少 那这个是属于多种结果 对吧 多种结果我们找什么 找期望值 那么相关题目呢 其实我们在上一条题的一些计算题里面 啊 不能先选的题里面已经做过了 对不对 这个题目呢 很明显 它只有两种结果 所以我们就找最可能的那个结果就可以了 最可能结果就是工程提前一个月完工了 那么请问 我如果提前一个月完工 我能拿多少钱啊 这里面包括了固定的2600 还有一个是可变的100 应该是2700 答案是选C 18题 下列个项中 应列入利润表资产处置收益项目的事 那么注意啊 我前面说我好几遍了 就是我们这些会计科目啊 或者会计账户 他们的名称和报表项目可能是一样的 有名称可能是一样的 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例如投资收益 这是个科目 在报表里面 在利润表里面也叫投资收益 还有一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一个科目 但在报表里面呢 它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这个也是啊 我们科目叫资产处置损益 这是会计科目 但是在报表里面呢 它叫资产处置收益 那么它的核算内容 其实核资产处置损益就是一样的了 就是估计资产 或者是无形资产 把它卖掉了 或者对外投资了等等 这些还有使用价值的 这时候我们才叫资产处置损益 对吧 如果是报费亏损了 那我们是要记不住 引以外之出 或者是引以外收入的 好了 看一下 出售投资性房地产 就是收入 那投资性房地产 也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 对吧 而且教材要求 是要我们掌握的 所以它的掌握处理呢 也一定要掌握 那么对于出售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原则和出售原材料 是有些类似的 你像出售原材料 出售价款 我们是记不住到其他业务收入 原材料占门价值 是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是不是 那出售投资性房地产 也是一样的 这个收入 我们记不住到其他业务收入 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 占门价值 我们是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这个呢 它不叫资产处置收益 叫营业收入 这个科目叫企业的业务收入 它在利润表里面 是属于营业收入这个项目的 A错了 B 出售非洲人技术取得的净收益 这个是出售无形资产净收益 那肯定就记不住到 资产处置损益了 然后利润表里面 就列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就可以了 B正确 C出售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净损益 那出售长期股权投资时 不管是成本法也好 权益法也好 那么它都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要把公允和账面的差额 我是要记录到投资收益 包括我处置交易性净资产 处置债盘投资 我都是这样的 都是要把账面公允差额 倒记录一个科目 这个科目呢 我们就叫投资收益 那么另外呢 对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在处置时 你不光是要把账面公允差额 记录投资收益 还要把前面确认的其他中收益 还有其他资本公积 也要转投资收益 当然呢 这个其他中收益指的是 可以重分类进损益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一部分 那你是不能转投资收益的 那么这边呢 它的净损益 应该是记录到投资收益的 在利润表里面 也是记录到投资收益这个项目 所以c错了 第 报废生产设备 取得到净收益 这个报废公积资产 如果有净收益 我们是要记录到营业外收入的 所以这个题目答案选择B 19题 2021年12月30日 某企业应收账款账美余额20 其中应收账款假企业 民系科目借房余额45 应收益起 民系贷房余额25 这个是借房45 贷房25 然后预收呢 是账美余额12 预收丙 借房8 预收丁 贷房是20 对应收账款 基地化上准备 期末余额是3.8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起2021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项目 期末余额是多少 或者应填列金额是多少 这是考核资产账表 应收账款 它的填列方式 那么在填它的时候 你不能只根据应收账款来填 因为它是根据啊 明系科目去填的 应该是应收账款的借房 明系科目余额 加上预收账款的借房 明系科目余额 再减去继续的坏账准备 所以啊 我们要找应收的借房 和预计数借房 注意找的时候呢 找明系科目余额 而不是找总账科目余额 这个题目里面 既告诉我们的应收的总账余额 还告诉了明系科目余额 对吧 那么所以呢 我们要找明系 和这个20万没有关系 包括预收账款 也告诉我们12万 也没有关系 不要被他们所迷惑啊 好了 找吧 应收借房 多少 应收的借房是 45 然后加上预收的借房 预收借房 8 45加8 再减去 对应收账款 既继续换准备 3-8 那答案出来了 45 加8 减3-8 那很明显 这个题目应该是选4 选C咯 492 因为只有它出现一个0.2的 这个小数点后面数字 所以答案呢 就选C 那么要注意 资产负债表里面 这些应收应付 预收预付 他们的填列的方法 应收刚才说过了 是应收的借房 加预收借房 减不上准备 那么对于预收 我们是应收贷房 加预收贷房 因为它是负债类的 余额 再贷房的 所以应该是贷房 相加 而预付 预付也是一样的 预付是负债 所以应该是 预付的贷房 加预付的贷房 而预付呢 是资产 所以应该是 预付的借房 加预付的借房 再减对应的花生准备 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 某企业 2021年12月31日 固定资产科目 借房预额460万元 累计折 pequeño 科目贷房预额280元 固定资产减nis准备 科目贷房预额40 估计贷产清理 借房25 再建工程 借房200 工程物育 借房15 再建工程 减 mixing准备 贷房32 2021年12月末 资产负债表 固定资产项目的 期末预额 是多少网元 这就是 估计资产我们怎么填 应该是固定资产的成本 或者原值 减去累计的旧 减去减准准备 然后再加获减固定资产清理 所以这里面呢 后面这些再建工程啊 工程物资啊 再建工程的准备 都是迷惑我们的 没有用 我们就用前面就可以了 那么原值460 减210 减40 关键就是 这个固定资产清理25 该加还是该减 那么以前我说过了 你不用去背是借加 还是代加的问题 你就想 这个余额方向 和谁一样 就和谁一样处理就可以了 你想固定资产啊 它是借发 然后固定资产清理呢 也是借发 那就和固定资产一样了 它是加你也加 它是减你也减 所以应该是 460减210减40 加上这个25 那答案出来了 应该是235 那如果是代方余额 25 今天代方余额 它就和累计折旧 还有这个减值准备 余额方向 是一致的了吧 所以就和他们一样处理 他们是减的 那你也减 那就是 460减210减40减25 就可以了 包括从货领里面 有一个财量成本查亿啊 对吧 上本行要查价啊 这原理是一样的 你就看和谁一样 它这余额方向和谁一样 就和谁一样处理就行了 那这个题目问的是 工具资产 我们知道怎么多了 如果问 在建工程 你该怎么提 是不是就是 在建工程200减去减减准备32 是不是这样 不是 因为工程物资 在在建工程表里面 我们也是列入到 在建工程的项目的 应该是在建工程 加上工程物资 减去啊 这两项的减值准备 那这个题目里面呢 只有在建工程的减值 没有工程物资减值 那就是200加15 减去32 就可以了